哦 为什么这样想 就算 那本来就是真的 就是环境的话是环境啊 但是人是人啊 就算说身边 在我身边再多男孩子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喜欢哪一个人 那就是那个人 不会因为我身边还有 什么其他男孩子就 哎 哎 哎 其实有时时候 你挺父母的也是不错的 跟我妈妈说 这就是鱿鱼对你好的 真的 好事好我妈 这样怎么办 现在我妈妈一直说 又王妃可能是一个骗子什么的 就是 她说喜欢我的话 怎么人也没见到 就说 现在怎么说呢 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 阿妹 你想一想 哪个父母是不希望 自己的女儿过得好的吗 她是害怕你被玩费个骗 那我们有毕竟父母是过来的人 他们躲得比我们躲 所以你觉得 我觉得你还是好好提一下你妈妈的 好好解释 阿妹 我跟您说个事啊 什么事啊 今天我不是去逛街了吗 然后我看到那个穆嘎老师了 穆嘎老师是谁啊 穆嘎老师是一个老师 你坐过去一点 你跟她说一下 坐到别去说嘛 她是一个老师 坐过来也可以 我去逛街的时候我碰到她了 你猜她怎么跟我说的 穆嘎老师是 哦小学就我们那小学老师那个嘛 是呀 我觉得她长得不错 啊 还行 她说她喜欢你 你在说什么 真的她跟我说的 你比我大很多好吗 她比你大很多 阿妹 其实你不在的时候 我们跟老师也来看过你妈妈以前 什么时候啊 以前 而且她们就是说 下次我带你妈妈去接上找药的时候 也该很碰见她了 她还给我们买了多谢 今天 然后她说 今天我去逛街的时候 然后她还送你和我妈上来的 因为我们两个是走路 然后她还送我们两个上来 今天我去逛街的时候 如果去逛街的时候 然后我们一起 然后我在哼奶茶嘛 然后她看到我 她也过来坐我 然后奶茶都是她请我喝的 然后我们就聊 聊到阿妹了嘛 她就说 她喜欢你 我就 什么喜欢她 喜欢我 我也有男朋友啊 那她送过你妈 那还给她 买点东西去给她 不就行了吗 这不是东不东西的问题 那什么意思啊 人家 然后我就找了个说梅的 啊 呃 等一下她们可能要过来了 过来干嘛 你说过来干嘛 等一下阿妹已经有男朋友了 但是想想 有男朋友 多一个选择是不错的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 哎 你们不懂 什么叫做一杯奶茶就出卖了 唐姐 你这样子 这样子不对啊 你都没问过人家阿妹 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问题是我们也没有说 让你非要嫁给她 那你怎么就帮人家决定了呢 那你怎么就帮人家决定了呢 就是让她了解一下看一下 人家是个老师 然后对 对 反正对家 那你要问一下人家阿妹啊 问一下人家 别不愿意啊 人家不愿意就 还过来 还要到我们家来吗 等一下快要到了 阿妹 其实 嗯 我们也必不是说 你非要嫁给人家老师 对啊 就是说你多一点选择 要比较好一点嘛 啊 你跟 你跟娃菲哥之间 你这里也不远 就是觉得 你觉得哪一个 比较好一点 你要解一下我觉得 我知道但是 任明老师 我妈也认识的嘛 她之前我们两个 我不是带她去找药的吗 她还送我们两个上来了 还给我们买了东西 大家喜欢我 我又不喜欢 任明老师 你们要 不行 你们要跟人家说 我是有男朋友的人 而不是找个说美的 对吧 家人们 我们也不是非要让你嫁给她 只是让你看一下 了解一下 你前几天还说 王菲哥挺好的 怎么怎么的 你今天怎么又这样子啊 其实 以前 我现在我想了 他们家的家庭 像你们一个一个说嘛 他们家家庭和那个 人的脾气的情况 我们也不怎么了解 后来哈 都快要结婚了的时候 我们才了解 看他们家那家人的人皮 也确实比较差 但是现在 你跟老师讲的话 不一样的 他们家 各个都有文化的人 而且人的素质也特别的好 而且对我们也特别好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 而且是他对你妈也特别的好 他王菲哥 王菲哥对我们也挺好的呀 王菲哥 他只是比较忙 都没来看过你妈 还对你好 对你好是没有用的 他最起码 连我们家人 他连看都没来看你妈 他只是比较忙 最近票不好抢而已 他也很着急的 他当时知道的时候 第二天就想飞回来的 你就小的小的小嘛 你读一条路 你们这样子不好吧 你读一条路的 读一条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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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門 對,我會不會 那一天有看 我們要不要喝 他們要喝 他們是喝的 他們要喝的 他們都會喝的 他們不喝的 但是他們會喝的 他們會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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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说母改家里调节也好也是个人的老师 我刚刚也不是个人说了 你笑什么你好好表情 怕了怕了 他没走 我们去睡觉了 你怎么个子坐坐 小小 干嘛 等一下 等一下 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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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来的 又不是人家阿梅让来的 你让来的 阿梅妈妈 你是提的包子了 是提的包子了 这有了 这有了 真的有了 我觉得挺好的 那个 我在开直播 我给他们翻译一下 年龄 年龄多大呢 阿梅盖老师 你好 二十九 也没差多少岁呀 这还没差多少岁 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哎呀 男的年龄大没事 男的年龄大没事 等以后老了 女的会更加闲了 那你去嫁一个子 变得好不好 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 你们那不是个女的 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 你年龄大的约会照顾人 我跟你说 那个你是 你是老师 是吧 我是一名教师 现在收入也稳定 而且我听到他们说你妈我身体也不好 对对 他也想着你嫁人嘛 我也觉得你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我工作人员稳定 我也很诚实到那种 我也很非常喜欢你 那个 我感觉你真的很不错 三十万餐历的话没有问题的 啊 三十万餐历的话没有问题的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你过来 你给他说一下我用他不用了 啊 说个鬼啊 你说一下嘛 真的 那个 人家 你说没的 这个 干嘛 说我就 人家本来就有 还不让说啊 不行啊 不行啊 你我都还没答应呢 我妈要同意了 我家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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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你 之前没看到吗 之前那图子和我们跟老师家能比吗 那个 那个 我儿子 乖 那 我 有人 别的 人家 奶 我 放映一下 那是 人家媒婆说的 就是说好 以后你 你看也是一名老师嘛 以后你嫁给他会 过上幸福的日子呢 你就是嫁给一个 没有过座的人 然后的话 好 收入也不为地 所以他觉得 你们两个合适 他才过来说没的 不然的话 人家媒婆老师 他们那些 也不缺老婆的那种 我是一名小学老师嘛 我比较诚实 像鼻子的话 人家就是玩玩你那种 我觉得王菲哥是那种 以后有可能你会被 我干嘛 别让他说王菲哥 那王菲哥怎么你了吗 还是怎么的 那怎么了 木盖老师 给你什么好处 还是怎么的 那王菲哥没给到你 我觉得他能给我什么好处 那我不知道啦 那你干嘛这样子 贬低我王菲哥 没有 你见过王菲哥吗 你这样子说 而且人家 他们不不不想啊 人家不想相激 人家 人家有男朋友 这祝你们啊 这祝你们啊 讲我弄书了 不是朋友 现在就让你家 给他 只是让你考虑一下 不想认识 不想考虑 他们是这么说的家们 等一下哦 他们说的是 像我妈妈身体不好 就这个木盖老师就可以来照顾啊什么的 就说 像王菲那种 人都见不到什么的 你们还照顾他 他都生病那么久了 你们都不来看一下他 只过着在外面浪漫 人家这么美的也说了 他们家能出三十万 因为我们家 之前你跟他 要不是 要不是姐给你们打电话 你们会来吗 我不知道啊 我妈之前没跟我说的嘛 而且王 那想想刚刚还说 她能照顾 你照顾不了我 我身体不好 你照顾得到什么 你妈只是想让你早点嫁人 那一嫁也 她是怕那个王菲 只是我我你而已 说了不是不是 那你们不相信 长得又帅又有钱 他们身边是不缺美女的 有可能他只是想玩玩你而已 那个那个我跟你说一下 我现在那个王菲啊 那个王菲是我 干嘛 你打他干嘛 你吓死我了 你这个声音 那你打他 你还吓死我了呢 那个我 说嘛 你有什么不能说的 他生病了 你说我声音小一点 温柔一点 你儿子不要那么粗暴 OK 以后我的话可以进行照顾 我 你妈妈 就算你不在 我也想你 我说了 他们一要生气 那我们也可以接阿姨一起出去照顾呀 阿姨跟我们一起去 他不喜欢外面的生活 在伦村里面待习惯了 懂不懂老年人的想法 那个 你没跑了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句话呢 你又说什么呀 人家说喜欢怎么的话 你过来吧 跟你说句话 你不要跟随便跟媒婆说阿姨 我要跟他说我 我要跟他说我有那个呀 了解 你等他说我 我以为王菲 你要是 lat了解 是